花莲知名的创意料理餐厅 明师傅秉持着庄宗明师傅 关怀弱势的精神 连续第四年招待家福受住户来享用大餐 9号的上午席开15桌 市长为家前也特别到场 感谢明师傅的善心一举 也缅怀他在地震期间 带领着民众帮灾民烹煮三餐的疫情 也希望庄师傅的精神 能够永远的流传 一道道美味创意料理上桌 让家福中心受住户的小朋友们 眼睛大为一亮 直呼好香 这是明师傅餐厅在岁末年中 特别为弱势家庭准备的美味大餐 其实这个活动在明师傅餐厅 已经持续了大概有五年 因为前两年因为老爸的病逝 因为在明师傅这边就有一个传统 就是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公寓活动 会延续下去 对那就是在岁末的时候呢 跟公所这边还有家福这边 会有一个结合 那就是给一些 不管是弱势团体 或者是家福中心 能有一顿的算是年夜饭这样子 今天所有呈现的菜 都是我们平常店里 所有在贩售的菜 就是要给大家吃一顿温饱 吃一顿热的 寒流到了 大家要吃的好吃的暖这样 市长温家贤特别到场致政感谢状 还特别提到02-06地震期间 庄中民师傅抱病为灾民 义务烹煮三餐的疫情 让人特别感念庄中民师傅 慈悲关怀弱势的精神 民师傅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 等于说是米其林级的一个餐厅 那平常的时候生意已经非常好 但是他还不忘回馈社会 那今天也提供15桌 给我们一些机构 还有一些家庭 一起来享用花莲最在地的美食 那也希望说用这样的美食 来温暖每一个孩子跟家庭的心 那庄玉贤的父亲 过去在02-06地震的时候 那拖着身体已经 生病了一个身体后 那还不忘了替灾民煮料理三餐 那这个情操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感动 而且升职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那以花莲施工所来讲 永远都会记得这份的情跟恩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更多人 更多的企业 也能够像民师傅餐厅一样 提供更多爱心 更多的一个关怀 给我们在地需要关怀的朋友 今年民师傅餐厅席开15桌 招待家福中心的受住户家庭和学生 提前围炉 每到餐点都是经典菜色 寒冷的冬天 喝到热腾腾的汤 吃到暖腥的菜肴 让被关心的家庭和孩子们 都感到无比的幸福与温暖 借助会欢视报道